警方朝空中鸣枪 警报声不绝鱼耳 现场气氛紧张 托尔奇首都基斯坦布尔 在星期六晚间再度遭遇恐怖袭击 一场球赛落幕之后 体育馆接连发生两次爆炸 第一起爆炸是由汽车炸弹引发 而且爆炸地点非常靠近警方巴士 造成大批警员丧命 而几十秒之后 体育馆不远处的一个公园 也传出爆炸 当第一家电视台当时正在进行户外直播 突如其来的爆炸 吓得主持人和嘉宾仓皇逃命 节目被迫中断 当局一开始表明 爆炸只造成数十人受伤 但土耳其内政部随后召开记者会证实 死亡人数多达29人 另外还有160多人受伤 而死者绝大多数都是警员 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随后发表声明 谴负责这起袭击事件 他形容袭击目标显然锁定警方和平民百姓 所以才会导致严重伤亡 虽然目前还没有任何组织承认干案 不过土耳其当局已经火速逮捕了实名嫌犯 目前正在展开深入调查 NTV7 综合报道